我們來把那個 講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提到的這個 地方有兩個參數比較要變更 第一個的話 我希望把Indent Page等於1到70 把它做出來的話 有沒有這個地方Indent Page等於 1到70的一個變數 所以呢接下來我可以在 那個Sub的第一行按Enter 然後請你在Sub跟Wiz中間 打一個回圈 因為我要產生的是 1到70的一個變數 所以以後如果你需要一個變數是 可以是連續的 一個清單的話 那你可以用For回圈 所以For回圈剛好可以達到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們在這邊打一個 上方有沒有 這個 Sub的下面這一行 打一個叫For I 等於 1 空一格70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產生一個 清單 就是1到70 然後Enter兩下 我打一個NAS 記得有For就有NAS 就是這個範圍 那I 就會變成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呢 先1 NAS 下一個變2 變3 變4 那我只要把這個I 放到Indent Page等於1的1的位置 把它取代掉 這樣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Wiz到End-Wiz 這個範圍的程式 把它搬到Fornet的中間 搬的話是拖拉就可以了 放開 然後記得 把Wiz到End-Wiz 這個範圍的程式 按個TAB鍵 TAB的話 就讓它下一階 OK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一定要下一階 因為如果不下一階的話 其實說真的啦 看起來 會比較 比較不容易辨識它的階層 那如果你按個TAB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樣可以呈現出喔 我裡面的這些程式 就是在For回軒裡面 被執行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好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這個空白的列 我把它Delete掉了 這樣 這樣就比較清爽一點點 那當然我有遇過 有學生都沒有縮牌 我真的看得很痛苦 所以建議各位 一定要縮牌 雖然你不縮牌 程式還是可以執行 不影響 可是說真的 縮牌看起來 真的會比較 結構清楚啦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 1的 indage page 等於1 把這個1 改成R1 那改的方式的話 一樣嘛 前面有講過 你可能就把那個口訣背起來 我覺得那個口訣 還蠻好的 因為保證不會錯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把and的前後呢 記得加上空白 因為 這個敘述 有點像是英文一樣 英文字跟字中間 一定要加空白 那這個and呢 實際上就是 and的縮寫 就是那個字 串一個變數 再串一個 後面的資料 那個i呢 如果是1的時候 當然它 是一個數字嘛 可是數字如果遇到什麼 如果遇到 這個and符號的話 只要不管前面後面 有and符號 它就會把1 自己轉成這樣的1 文字1 然後跟前後串在一起 大概的規則是這樣 因為我發現 同學最不能理解 就是怎麼樣把變數 串在一個文字當中 這件事 有沒有 尤其是 最常會問到 老師你串在中間 還OK 但是你串在後面 這個我是要想半天的 可是沒辦法 這個有時候 重提長到不能理解 不過 如果你這樣子不能理解 你就先 把它記下來 或是 甚至你 如果 不要串右邊 你反正照著這樣打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多串一個空的而已 OK大概是這樣子 串接的部分 好 那串完之後呢 其實已經完成 第一個step 但是呢 如果你現在直線 行程式的話 可不可以執行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 不過我建議 你在第一行 再多打一個 叫 sales 點clear 點clear clear的話 就清掉資料 clear OK 那這個clear的話 意思是說 我要把 全部的儲存格 幫我把它清掉 其實有點像你游標 點擊那個 左上角這邊 按delete 到底是一樣的 OK 那我如果不想每一次都 把舊資料清掉的話 那我乾脆直接寫一個叫 sales 工作表裡面全部的儲存格 點clear OK 點clear的話就是把資料清掉 好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他在瞬間呢 就幫你把 1到70頁的資料 全部 通通都下載下來了 那我試過啦 大概差不多10秒鐘左右 不過這個時間的話喔 可能 會跟 那個什麼 那個server 那個主機喔 的頻寬 比較有關係 等下再改沒關係 等一下再改沒關係 我們先 先抓 抓資料下來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一定會發生錯誤 什麼錯誤 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他 183 所以這個應該是11才對 剛剛我改到183 所以他變成都183 我看 Ctrl向下 對啊到這裡啦 OK那不對 應該是 Range A11才對啦 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在 那他就會 一直幫你去抓第一頁 再抓第二頁 再抓第三頁 一直抓到70頁為止 時間的話大概差不多10秒鐘左右 那這個取決於就是 那個server的 這個頻寬 還有就是如果你假設 你們也在抓 我也在抓 那會塞車 可能 本來我一個人抓是10秒鐘 那如果你 第二個人抓變成20秒 第三個變30秒 所以啦我在Range的時候 你們先不要Range 不然的話會比較慢一點點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全部抓下來 不過你會發現喔 因為 Dismination 等於A1的時候 所以這個資料變成橫向 有沒有看到 等於是第1頁的話呢 他會在最右邊 第2頁在這裡 第3頁 這個第7頁的話呢 那就會變成在這裡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讓他第1頁 放在E 第2頁 放在向下追蹤的位置 所以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個E喔 我們必須要把它改個變數 那個變數名稱喔 我的習慣用K啦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 4回圈的上面 加一個K K預設值等於E 為什麼等於E呢 因為我這邊是A1嘛 那我將來把這個E有沒有 把K串在 這個E的後面就可以了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錢的符號有點障礙的話 你可以把錢的符號拿掉 這樣感覺應該更清楚 就A1啦 那個錢的符號是絕對位置啦 不加也沒關係 加的也一樣 OK喔 所以你把錢的符號拿掉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必須把E 換成K 那換怎麼換呢 因為A1有沒有 剛好E也是在這個文字的最右邊 所以如果你要串的話 記得把E delete掉 然後移到 雙引號外面 空白 and 空白 K就可以了 那就是串在他的右邊 不過這個也是一樣 同學最容易障礙 對 好像不是一個學 一個同學這樣問 很多同學都沒辦法 可是問這個可能要慢慢習慣 串在右邊這件事情 OK 那如果啦 假設你一直沒辦法理解的話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你用A1有沒有 你看用同樣一招 選起來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K 然後呢 把and的前後空白 這樣會不會OK 這樣也OK啊 有沒有 可是喔 就是會多一個東西 有沒有發現 在K的右邊這邊有一個什麼 and 空的 意思是說 and沒有東西 那and沒有東西 這什麼意思 那是多餘的吧 OK 應該 可不可以懂這個意思啦 OK 反正就多練習一下 如果你這個關卡可以過啦 以後你寫 寫程式應該就輕鬆了 因為很多地方都要串變數 有沒有 你會發現 我們第一個step 就是把架構先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思考哪些地方 會是需要再去增加變數的 那比如說我們需要改變有兩個地方嘛 所以我增加兩個變數 一個是I 一個是K 如果這兩個變完之後的話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解決了 OK好 所以喔 把這個地方 他把它delete掉 因為看起來 其實你不delete的掉 不影響 但是其實像我有 程式潔癖的人 我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會覺得 很暗眼就一定把它刪掉 OK因為他根本 沒有用 沒有用把它刪掉 OK把它delete掉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可是問題 K 他第一次是E 對不對 可是 當他已經下載 一頁之後的話 那我應該做什麼事 讓這個K怎麼樣 向下追蹤 Ctrl向下 然後告訴我說 他這個追蹤到的列 的下一列 在哪一個 位置 那我將來呢 就放在那個位置 就對了 有沒有 向下追蹤 加1 還記得吧 我一直強調 向下追蹤加1 向下追蹤的 程式寫法 最好可以把它背起來 如果不能背起來 你一定要知道 在哪個地方 雲端上面有這個程式 你至少貼過來沒關係 還記得吧 就是 所以 請你在 在end with 下方 加一個K 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 哪個地方追蹤 A1 所以 range A1 然後怎麼樣呢 點end 點end end 就是Ctrl 刮弧 axle down 就是向下 所以 Ctrl向下 就是 end axle down 然後呢 Ctrl向下之後的列 所以列 就點Raw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 向下追蹤之後的列在哪裡 那你只要怎麼樣 把它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要在 追蹤到了下一個儲存格才是 所以加1之後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當它第一次下載 是放在 A1的地方 然後第二頁就放在 這一頁的下面 OK 有沒有再把它加1 所以以此類推啦 這樣應該沒問題 所以一樣 我把它先清掉 資料先清掉 然後 先抓什麼 抓第一頁 我先抓把第一頁 我這邊射中斷 不然一下跑 跑太久了 好 抓第一頁之後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第一頁已經下來了 Ctrl向下 它目前的話呢 Ctrl向下應該是91 所以呢 我們現在91 把它加1 所以K呢 這一行執行的話 它應該變成92 所以K就變92了 那將來呢 把A跟K結合在一起 那就變成 A92 那意思是幫我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執行 下一頁 那I的話呢 已經變成2了 有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第二頁呢 剛好 就放在指定位置 有沒有 然後Ctrl向下 再來的話就 182 所以呢 如果再去追蹤 182加1 所以K的話呢 那就變183 所以再幫我把第三頁 放在183這裡 下一頁 OK有第三頁了嗎 意思類推啦 都一樣了 所以我就不中斷了 然後把它全部執行 這樣的話呢 它就一頁 放在下面 一頁 放在下面 一頁放在下面 這樣的話很快不就全部都 把資料給 下載下來了 哇 那這樣的話就不用 Ctrl C Ctrl V 要70頁 浪費時間 好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就是在 把回圈 外面再增加一個 所謂的K 等於0 這個地方 K等於0 然後呢 把原來的 Distination這邊 A 後面再串一個 A and K 然後 當 and with 就是 當它下載完之後 有沒有 在NAS的上面這一行 and with的下面這一行 加一個K等於什麼 A1向下追蹤 加1 OK 那這樣就完成 我們看到吧 理論上我現在把游標放在 A藍的地方 砍抽向下 如果你看到下載的資料量 最下面是 6349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全部下下 OK 好 那這樣我們第一步就完工了 全部都有了 有沒有 就已經把網頁資料全部 都轉移到 Excel裡面了 第一步 但第二步的話 你會發現 好像還有一些問題 哪些問題呢 第一個 這邊有欄位名稱 那你會發現 第二頁有沒有欄位名稱 也有欄位名稱 第三頁有沒有欄位名稱 也有欄位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頁都有欄位名稱 那這也不是多餘嗎 所以我們需要幾件事 第一個 我需要把欄位名稱全部刪掉 只留下一個就好了 不然其他多的 第二的話呢 我的號碼其實在 B欄跟C欄 所以其實其他的資料都不重要 那當然你會發現 底下這邊有那個日期 理論上應該把這兩列刪掉 有沒有 底下這兩列刪掉 你說老師那這個 日期部分不完整啊 暫時先不處理 為什麼 因為日期 它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的年跟月日分開來的 所以你變成要把這兩個串在一起 才能把它變成正確日期 但是這件事情喔 剛剛用程式來寫 就有點難了 但是這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 統計 大樂透到底哪個號碼 出現的機率最高 那至於它哪一天開的 暫時不是我們要討論的 所以我們暫時不處理 Kennady說 老師那我將來想處理 可以 自己想辦法 自己去想想看吧 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你就把這個年串這個月日 串在一起就好了嘛 OK 所以這個後面自己去想想看喔 然後呢 我們後面 必須把 這個資料 把它變成 我們可以用的資料 所以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刪除 多餘的欄名 第二個 刪除不要的列 有沒有 第三個的話呢 再把 中獎號碼 有沒有 它放一個儲存格 六個號碼 不對啊 六個怎麼統計 所以必須把它切開 也就是六個號碼 用逗點的方式 切到六個儲存格 才能用嘛 不然怎麼用 可是問你要怎麼讓它切開 OK 你說切開 那怎麼辦呢 寫程式嗎 有沒有什麼函數呢 其實函數好像沒有 因為這樣怎麼切 有點難 我建議各位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資料裡面有一個 功能 如果你會的話 兩下就解決 資料裡面也叫資料剖析 有沒有 剖析裡面就會有豆點 你把它按照豆點分開來 切過去就好 OK 所以呢 請各位在想想第一步 先把資料抓下來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在想想看把資料呢 變成我們要的形態 所以剛剛的話呢 程式 我已經把它改完 這個名稱也許乾脆改成 叫P4大樂透下載好了 因為剛剛我們是 一個嘛 現在是P4 OK 試試看喔 4嘛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五頁 就是叫P4大樂透下載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要去解決什麼呢 怎麼樣去刪除那個多餘的 欄跟列的部分